嗨朋友们,我是Savory,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我拖了很久很久很久的room tour视频 那为什么拖了这么久呢,真的就是拖到了我们又要搬家了 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们应该也已经不住在这个房子里了 那还有一个拖了这么久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其实一直没有好好的布置这个房子 因为一想到我们以后可能不会长期住在这里,或者是我们搬家的时候会很麻烦之类的 就会想说,哎呀,还是算了吧 所以到现在我们这个房子还是一个比较空空荡荡的状态 那搬走之前呢,还是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房子 那这个房子它的总面积呢,是75平米左右 我们有两个卫生间,一个房间,客厅和厨房,然后还有一个阳台这样子 这个房子的房租呢,是2835瑞士法郎一个月 价格它是包括了水电费的,每个月就先预估一个价格 它算在这个房租里面,每一年它会算一次多退少补这样子 这边就是我们家的门了,进门的这里算是一个玄关的区域吧 玄关其实我们只放了一个小小的鞋架 这三层的鞋架上面基本上就放了我们所有的鞋子 再过来呢,这里这个小角落的地方有一个我们的买菜车 这买菜车真的超级方便,我平时买菜的时候都会带它 它容量又很大,然后有轮子脱彩膨也很重 那放在门口的话,我平时出门买菜的时候就直接拿着走了 这个鞋架和买菜车中间这扇门呢,就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卫生间 这个卫生间的话,就这边是洗澡的地方 通常我们都会在这里洗澡 这里呢,就是一个简单的洗手台 洗手台下面就是空空的,没有一个抽屉啊,或者什么的 马桶边上这边呢,我是自己DIY了一个小的这种纸袋子 装卫生纸啊,之类的 我们再一路走过来,这里就是我们的房间了 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它这一整面落地窗 超级亮堂 房间里面我们的家具不多嘛 大家具只有一个是这个大床 这是宜家的,然后是一米八的 房的对面呢,是有一个这种抽屉柜 这个抽屉柜呢,主要是放李老师的衣服的 我占用了中间的这个抽屉 小的家具的话,这里有一个小小的床头柜 算不上床头柜吧,它是一个凳子 就有客人来的时候,它会被征用 拿出去当凳子 上面呢,是放了一些我的书啊,iPad 然后凡士林,还有这个我在苏黎市的一个二手市场 逃到的,我超级喜欢的落日灯 晚上的时候氛围感超强 这儿就是我们卧室里面的卫生间了 它也是一个FUBA特点 就是浴缸以及浴缸两边的窗 浴缸外面居然能看到如此美丽的view 就是天桥的时候还可以看到雪山 现在我是把植物都挪到了这里 因为很怕猫会咬它们 所以就藏在了卫生间里面 那大家也不用担心什么隐私的问题 因为这边是有窗帘可以放下来 然后完全可以遮住不透光的 然后这里是sink sink对面的这个镜子也是可以打开 里面有储物的地方 嗯,关上太乱了现在 这里就是我们房间里的这个卫生间了 大家能看到我们房间里面 其实是没有那种大的衣柜的 在瑞士这边租房子 买房子可能也是这样嘛 就是它房间里面是不会带一个衣柜的 都是要自己去额外购买的 那买衣柜这个事情对我来说 简直就是太overwhelmed了 不想要搬这么大的一个衣柜到家里 然后还要组装什么的 所以我们就没有买大衣柜 而是征用了这边门口悬关处的 这个挂大衣的位置 那这个柜子的话呢 挂的都是我的衣服了 衣柜这边过来的走廊的尽头 就是我们的洗衣机和烘干机 左边的这个柜子里面呢 也是一些储物的空间 这边走过来呢 就是我们家的客厅了 客厅一定是我在我们家最喜欢的一个位置 因为它两面全部都是巨大的落地窗 客厅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特别的家具 只有一些非常必须的家具 比如说这个是餐桌 然后现在被我拿来当我的书桌了 然后这些椅子呢 也是我在苏利市这边淘到的 都是二手的椅子 这边走过来 就是我们的一号大落地窗 窗台上面稍微放了一些我的小东西啊 这个是闪光工业寄给我的一个小麻将盒 还有这个是我之前在公司 White Elephant抽到的礼物 客厅这边转过来 就是我们的阳台了 其实阳台跟房间也是连着的 就是房间这边有一个口子可以出来到阳台 客厅也有一个口子可以到阳台 然后还有我们家没有做任何的装饰 一个空空如也的阳台 回到客厅这里呢 有一面超级大的墙 这个墙其实它也是储物空间来的 它是这种按压式的柜门 打开来就是储物的空间 本来这里放很多猫的东西 还有李老师的东西 但是现在都已经收掉了 客厅的墙面的是我有装饰过的 之前有在视频里面提到过的 这些都是我出去旅游的时候 收集的一些明信片 一些小玩意儿 地面上有一扇我淘到的 非常带有中国元素的扇子 还有送我的一副巨型海报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我们家的非常特别的设计 就是有一个操控的面板 然后在上面呢 就可以控制我们家的所有的灯 还有这种一键开关窗帘的功能 李老师的上班工作打游戏区 这里呢有一个我的储物空间 最后就到了厨房的位置 两面都是玻璃的厨房 这种超级漂亮的厨房 我真的从来没有见到过 首先是它的台面非常大 它算是一个U字型的台面吧 平时做菜的时候也有很多的空间 可以摆放很多东西 这边是我们的炉灶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的抽油烟机 是在这个地方 平时我们做饭的时候 它就会从这里吸进去 我个人的感觉一年的时间 用下来没有什么太多不方便的地方 如果油烟真的太大的话呢 我们就会直接开窗 然后厨房的话 底下这边就全部都是厨柜了 这边是我们拿来放碗筷的地方 然后这里有一些食物 然后这边是洗碗机 我们两个人住 其实不怎么用到洗碗机了 这边是我们的烤箱 我们家因为没有微波炉 我很经常会拿烤箱来加热食物 冰箱在这里 上面是冷藏 下面是冷冻 这个就是一整个我们的厨房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家的room tour了 马上就要搬走了 其实还是很舍不得的 尤其是舍不得 眼前的风景和满满的阳光 不知道大家看下来 最喜欢我们家的哪一个区域呢 我也想在下一个视频里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家没有沙发 没有电视 没有衣柜 这样子的生活是否方便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还喜欢我们家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